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有心地准备他会走 但是我没有想过 他是无声无息这么短时间就走了 最难接受是 他走的时候我不可以在他身边 以前的父亲会见到他在我身边 但现在没有了 会觉得孤独了 今天我会继续容许他存在 但是同时我会将这种感受尽量说出去 10元了 谢谢 几乎每一次上去都会买一束新的花 有一些东西陪着他不要这么孤单 因为其实他这么久以来都是一个很怕孤独的小朋友 我仍然希望他即使离开了也好 他都不是一个孤独的状态 在生活上是不自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想见他一次 每个礼拜去他那个扫骨夫的地方去看一看他 去跟他聊聊天 去见一见他 我每一次去见他其实我都会说同样的说话 你如果有地方去的话就安心地去吧 不要挂着这里 我知道他的日子不会太多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但是我希望我能力发挥内的东西 我可以给到他的就尽量给回他 收到医院病房的电话 知道我未必赶得及过去的 我去到半路再问我朋友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说女儿已经走了 我见到他眼角有眼泪 他觉得他走之前那刻是很痛苦 还是他觉得他见不到爸爸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觉得他不安不开心 还是还是不舍得那种感觉 这个是我最亲的人 这些我一直期望可以做到的事 到最终做不到 其实是会在我的心底里面 是永远存在的阴影 我很多年没有试过 因为情绪的波动而哭过 那时候又哭了一个多星期 最差是吃不到饭 睡不到觉 集中不到精神工作 去到去年年中 都仍会后悔 做父母的一定应该是以子女先走 他对这只公仔都有些反应 在他走之后 我就选了他留在这里附着我 抱着他就好像抱着女儿一样 在自己觉得挂着女儿的时候 就会抱一抱 去一些他未去过的地方 是会尽量带骨灰一起去的 例如去沙滩看日出 作为一种补偿 之后去了一次 几段花园 那次刚好有些新的家属去杀灰 那个家属问师傅 我多久来一次好 师傅跟家属说 你清明长荣来就够了 给一个机会他真正正正离开这里 放下这里 还有给一个机会 你自己重新过回 你还在这里的生活 那我就停了两个月没有去 开始接受到自己 不要去那么密 慢慢是 尽量一年最多去四次 在未有他之前 我很简单 有钱有得玩有得吃 那就开心了 但是女儿出现了之后 那时候是在她生死边缘的状态 那时候开始令我去想 其实我和她之间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是什么来的呢 应该有一种权利 去亲身表达 去追求她生活上的改变 其实就会意识到 不单只是严重自账 还有其他残疾的群体 他们的需要其实是相似的 就是因为这样 一直慢慢看阔了 而去顾及多些不同的群体 将那种思念变成一种动力 有一种动力 你希望她可以传递开去 影响到其他人 是的 她不单只是陪着我走 她是带着我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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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